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这次小钟钟老师又找了一首小儿歌的简谱 那我们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要用键盘自己来弹 我们可以利用 Scratch里面的 当按下某一个按键的时候 然后来弹奏音乐 所以呢 我们第一件事 我们当然要来画一个钢琴键盘 那到底要画几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最左边是到1 最右边是到1上面一点 那我们从前一篇的文章里面 我们知道 这样子总共我们需要有8个按键 所以呢 我们就用Scratch里面的造型 新增角色 然后我们来画一个键盘 键盘的白键 那为了好看一点 虽然我们里面是用不到黑键 所以我们还是会把它画上去 这样看起来 会是像一个钢琴的键盘 好首先我们打开Scratch之后 我们可以画新角色 然后呢 用黑边空心 我们在这边 哦抱歉 来 我们可以用这种 我们可以用这种 空心黑边 我们来画出一个白键 像这样子 我们可以来画出一个白键 好 我们已经画好了一个 好 所以我们回到城市这边 那等一下 这一个我们就当做是最左边的Do1 好 所以我们替角色取个名字好了 来 我们希望 我们先帮它定个位置好了 当绿器被点一下的时候 请它固定一个位置 好 接下来 我希望这个是弹出 这一个 中音C 60 的音 所以我城市上面 我就可以把它设成这一个 那我们希望用键盘来按 那我们选一下事件这边 这里有一个 当按一下某一个按键的时候 就 发出 C60的声音 Do的声音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键盘上面 我们等一下要来弹奏歌曲 希望键盘 像钢琴一样 那我们选择 小朋友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个连续的八个按键 那我们来选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了 这样子也比较容易记 所以我们选择第一个 都 我们就用一好了 所以我们就用数字的一好了 这样也比较方便我们去记一 好 所以呢 当按一下键盘上面的1 就弹奏Do 好 那我们把这边取个名字 这叫做C60 那第二个呢 一样复制一个 好 我们把它移个位置 好 我们手动移个位置 那 这里的坐标 我们就要改变啦 因为它新的位置 有新的坐标 这是第二个 好 那这里当然是按下第二个键咯 好 然后弹的是 D62 好 这里我们把它取个D62 接下来再复制一个 我们就依此类推 把它做完八个键 好 这一个我希望 这是它的新的坐标 好 我们把它换掉 这个是第三个 我等一下按键盘的3 弹奏的是 弹奏的是 164 咪 好 改一下 164 对照一下 这样我比较容易 对照 再复制一个 好 先移到 它应该有的位置 好 换一下 坐标 换一下 弹奏键盘的4 发出 F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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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把角色取得跟它对照一样 好 复制 好 移一下位置 好 好 换一下坐标 弹的是 第5 G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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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再复制一个 A69 换坐标 6 所以这里应该是 A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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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复制一个 移坐标 新换坐标 7 B71 B71 好 这个是B71 加油 省最后一个 复制 好 移过来 好 这个 新坐标 换掉 这是 8 这个是 8 应该是C72 好 C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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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e Dore Mi Fa So Racido 好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一个键盘 但是呢 没有黑键看起来还是怪怪的 所以呢 我们会把12345 这5个黑键 我们会把它补上去 所以我们再画一个黑键 好 我们选长方形 十星 好 大概简单的画一下一个黑键 好 好 有点大 好 好 移好位置 好 这个黑键 那黑键我们用不到 但是我们是把它 做造型 补上去 看起来比较像而已 好 复制一个 移上去 好 一样 当绿器被点一下的时候 移到这个坐标 当绿器被点一下的时候 移到这个坐标 好 接下来 复制 好 移到这个坐标 应该是这里 好 大致移一下 好 换坐标 好 移过来 黑键4 换坐标 再复制一个 黑键5 好 换坐标 好 好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利用键盘12345678 来弹奏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的一个键盘钢琴 那我们来试一遍 好 我们要切到 当我们要按的时候要切换到音速 好 小朋友试看看吧 谢谢大家